大家好,今天想介紹一個自己調味的部隊鍋 在分享這個菜式之前,我介紹一下自己 名字是Virginia小童 我前職是報紙雜誌副刊的編輯和記者 有做過很多年的酒店市場 現在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他們今年是9歲和5歲的一男一女 我記得之前也曾經說過 我不喜歡小朋友吃加工食物價 尤其是公仔麵 但他們偏偏非常喜歡吃 尤其是我老公 所以我規定一個月會做一次部隊鍋 讓他們滿足他們的心理需要 同時我又要滿足自己 所以我會自己調味 希望在調味中著手 盡量令到菜式健康一點 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需要的材料 就是一個很大的鍋 然後我們需要蔬菜 蔬菜很重要 我今天選擇了紅蘿蔔 白蘿蔔 和我女兒最喜歡的粟米 這個粟米多小 是我媽媽的朋友自己種的 所以是有機的 肉類方面當然少不了那些邪惡的 腸仔 五餐肉 你可以買一些比較漂亮的 另外我也會加一些新鮮肉 今天就選了西蘭牛扒 有時候你可以加豬腩肉 或者雞肉 或者海鮮 隨便 至於煮食方面 不少當然是新鮮肉 我一定會買這款 我覺得另外那些品牌 或者不同的味道 是沒有那麼好吃的 家人喜歡這款 你們自己選擇 另外因為我不太吃澱粉質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種舉藥 還有我女兒最喜歡吃的 鹽膏 對 另外 我們稍後會加兩樣東西 就是這個 茄汁豆 還有一定不少的椰子 好了 來個Y-Shot 好像去完超級市場那樣 OK 好了 就說明自己調味的部隊鍋 醬汁就最重要了 醬汁我們就可以調味 一來 好像我剛才所說 可以健康一點 例如你自己想少鹽 少糖 少鹹 少辣 少辣 你自己可以調味 二來 反過來 例如你想濃味一點 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而加多些某些材料 需要的是什麼呢 就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糖 一茶匙 對了 然後就是魚露 全部都是一比一的 那你少人一點 你就放少一點 然後就要米酒 然後就要生抽 然後就要生抽 對了 然後我們還要下蒜蓉 這個就最特別了 當然我們會加韓國辣椒醬 韓國辣椒醬 因為我有小朋友 所以他們不吃這麼辣 我就會另外加一個白麵士醬 比例你們就自己因 例如你想辣一點 你就加多些辣椒醬 例如我女兒不太吃辣 我就會加多些白麵士醬 我現在拌勻 我現在開始切蔬菜 切的時候就提醒大家 因為待會兒煮菜 排好之後 我們開始煮的時候 是煮5分鐘而已 所以所有蔬果 或者肉類 你自己就因 那個大小 不要太大 亦都不要太小 當然太大 就是你5分鐘 是不可能令它軟 或者熟 那太小的話 它又爛了 譬如說這個白蘿蔔 這個厚度就差不多 但是這一件又可能太大 所以我就會在中間把它剪拌 好了 現在所有材料就切好了 很簡單 擺盤 擺盤之後 我們有兩樣東西還未下 就是新辣麵和牛肉 因為這兩樣都是最後才下 如果不然就會過熟 擺盤就沒有什麼需要注意 唯一可以將一些比較耐煮的東西 放在鍋底底 就不怕黏底 譬如你看到我會把蒟蒻 蘿蔔 放進去 也可以選擇把蓮膏放在中間 放好了 滿意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混合的醬 淋下去 平均淋下去 然後再加水 對 對 不需要太多的 蓋過了那些菜面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蓋蓋 煮它5分鐘 好 時間 先關一關 開了它 看看 哇 還未煮完 這個時候我們就錄麵了 我把麵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 我家四個人 兩個麵就很夠了 因為有很多菜 這時候我都不會放牛肉 因為牛肉錄 5分鐘還是有點久 我們現在再錄5分鐘 整個菜是10分鐘 現在繼續 開火 再來5分鐘 現在已經下牛肉 下牛肉 下牛肉 現在剩下牛肉 在一起 和牛肉 一起 進去 就可以了 順便 鬆麵 把麵 把麵面 先壓下去 這個麵煮5分鐘再浸一浸就最好吃了 OK 現在等到時間了 就是這麼簡單就煮好這道菜 10分鐘不計切或洗 其實10分鐘就煮好 所以如果你哪一天想偷懶 又想哄家人開心煮這個部隊鍋就很好 另外我也會提議蔬菜方面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選擇 我今天剛好家裡很多蘿蔔就用蘿蔔 其實更加配的口味 你可以用高麗菜、金菇、菇類 另外肉類方面 其實我也很推介用豬腩肉 如果你用豬肉或雞肉的話 就不需要像我剛才那樣 遲些才放那個肉 你可以把它和午餐肉一起放下去 而且切的時候要切薄片一點 因為豬肉一定要熟 那我們開飯了 拜拜 拜拜 我們先吃飯 是否好吃 是嗎 我們要吃飯 不是在吃飯嗎 是夠好嗎 謝謝 我吃飯 有一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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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